這樣清楚嗎 因為兩個對跟前都是好的氣 就不要再去分說前十年後十年 因為它兩個都是都是忘氣嘛 這樣清楚齁 那接下來 接下來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齁 因為熔若嘛齁 這邊就論 這邊就論空 不要論斷 記住齁 這邊隔一間過來就有房子了 我們是論空 不要去論斷 龍邊斷虎邊斷 這個斷字要很清楚 除非它凹線切下去了 才論斷了 要不然 這個叫論空 再過來就有借靠 這個叫借靠 這邊幾米? 一米一年 一米一年 記住喔 這個空的一米一年 經過你可以告訴它 告訴它這樣說 你經過五年以後 你貴人會出現 因為它有靠 有靠就有實力嘛 有貴人嘛 經過五年 如果是五米就經過五年 十米就經過十年 你會有貴人出現 這也算是一個期待值啊 一個期望值 不會說我住這個房子那麼衰 那我一輩子都沒有機會了 我們千萬不要去用很果斷去跟它講什麼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這裡一樣 這邊動氣先 這邊動氣先 先說衰氣嘛 這邊是動氣 然後接下來這裡這兩個一樣 因為都是旺氣 所以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在論病論癌症論長腫瘤 你最起碼你就一定要同時受到兩個衰氣 坤訊同時出現了 坤訊同時出現了 然後那個 那個砍症 反正兩個同時出現衰氣的 你可以去論病了 才去論會長腫瘤癌症的問題 如果沒有同時只有一個 不要論 不要論會長癌症長腫瘤 這個不要論 只是說我如果砍的話 那我用泌尿系統啊 那我如果納症去你的腳啊 竹啊 這腳的問題 肝膽會比較不好 方老師 請問一下同時收到兩個衰氣 是同時又沒有收激氣的情況下才不理 那當然 因為你一個窗戶 一個房間 你就是兩個衰氣 就是一定是 不可能再收到激氣啊 一定是不可能收到激氣 好 這個就沒有問題 老師 像那個宅三 宅三的左前方 假如那個是空地而已 這樣算洞氣嗎 算 算 因為兩邊夾住那個缺口就是洞氣 我剛講教星嘛 教星兩邊的缺口一定是洞氣 因為它集中從那邊 氣集中從那邊走 公園 公園的話它的氣就不動了 就不動的 就公園的時候就叫做空邊隱氣 空邊隱氣 因為我這邊有個空框的地方 你看喔 我們在高樓燒 我們在燒金子有沒有 金子現在在燒就是 咕咕咕咕一直撥一直吸走了 那個叫缺口 在金爐我們去廟宇燒金有沒有 那個一打開 不是風一打開就一直吸走 對對對 那個記住這個叫缺口 這兩邊的叫 這個兩邊中間一定是缺口 一定是洞 不要不是只有十字路口 只要有缺口的地方 那個叫教星 教星的缺口 兩棟大樓 兩座山的中間的叫 都叫缺口 氣一定往那邊流 好不好 來 像這個 這個外氣 這個外氣 你看喔 我們把位子搞清楚 位子搞清楚以後 第一個 龍邊空 一定要從門看嘛 左邊是不是龍邊就空掉了 龍邊空 那虎邊腸虎過堂 那我們就可以論很多了 第一個這個男人在家 沒主見聽老婆的話 老婆很有能力啊 人很有能力在外面整個都是他 因為龍過堂啊 是不是 這個從個性 從分析人的各種現象分析出來的 好 接下來 因為我們這樣子講那氣嘛 迎勤氣 因為這邊是空的氣 這邊有缺口空的氣會先進來 迎前氣收坎氣 先疾後胸 因為這邊空邊的氣會進來 那接下來你是在那這邊坎氣 這邊氣就進來了 所以這邊先贏的前氣 這邊 動氣我們有談過的 第一個你要記住 龍邊腸的先收集氣 另外 另外的就是說動氣 有嫌 你要去判斷 因為這邊都死的都被圍住了 他一定是動氣先進來 動氣先進來 所以這個先集後修 因為先迎前氣是當運的氣 接下來 納的是正面的坎氣 所以他就變先集後修 那前十年 比較好 後十年 運勢就弱了 我覺得運勢就弱了 這個有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這邊龍邊短 虎邊長 收的是 他的收的是前對兩氣 那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說前面高後面低 這邊就聚財 逆水局就聚財 左邊有逆水局 右邊這邊左邊逆水局 我收了偏財 我可以收到偏財 那右邊逆水局呢 右邊有拜堂水啦 右邊有拜堂水 被人家吃掉了 被這邊吃掉了 右邊吃掉你吃不到 有吃到都不錯了 所以我們很多條件就一直進來 是不是 我把一些可能的條件都進來了 這邊龍邊短 虎邊長 虎邊長 那因為他對前兩氣 你根本就不必論 都是旺氣 當然是OK的 這一家是OK的 那第三家 龍邊長 虎邊短 龍邊長 虎邊短 他的氣 他的氣 一個對 一個坤氣 龍邊長 是不是先納的是集氣 先納對氣 再納集氣 所以你看 宅山 龍長虎短 仙收對氣 你們要改一下 這裡文字你們改一下 我有紅字的這個 把他改一下 跟你們的不一樣 我忘了講 這幾個紅字把他改掉 把他改掉 因為用字 潛詞要正確 因為用字 要正確 所以宅山 龍長虎短 先收對氣 再收昆氣 前十年賺錢 後十年內格局調好可平安 這裡就是在行家出現 我一直在覺得蠻爭議的問題 內局調好就可以平安 那其他的可不可以 也這樣可以平安 為什麼後十年就不平安 因為他我門一打開 這邊氣都會進來嘛 氣都會進來嘛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外局還在又有個內局 是啊 外里內局可以去做個中 當然內局是我們必須要把它調好的 各位以後幫人家看房子 每一間房間都要去看 因為我們現在把所有的房間裡面 除了儲藏室沒有看以外 其他每一間房間都告訴大家都要看了 你都反正就那麼簡單 把他調融過堂 廚房收服水 融過堂收服水 這樣就OK 每一間房間都調了以後 當然 所以我就講啦 衰旺七 我門罩打開 我下緣一樣 我上緣一樣這樣打 你說我那邊進不來嗎 那那個後靠呢 我都沒有 現在這邊就不論後靠 因為它是一個摸自行的連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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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也不靠就沒有啊 不靠就沒有啊 像我們家這樣 我們家就缺對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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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什麼氣都不缺 那所以我們只是說 基本原則啦 我們一定把內局調好 把內局調好讓它心安 人因為心理而改變它一切 他心裡安心了 他說老師說 欸我們房子不錯喔 他一輩子就心安 所以為什麼我說老師的嘴巴很毒 毒藥很毒 老師的嘴巴很毒 既然是連動的 有沒有對氣滿收的現象 這沒有 這沒有這沒有 這怎麼對氣滿收 因為它寬太超過它的寬了 超過它的寬了 對氣滿收就是必須 你前面的這一個缺口 或是路充跟你的房子寬度一樣寬 那才能產生什麼滿收的問題 對啦 全部失去啦 我就全部讓你吃掉了 那個才叫滿收的問題 這個沒有 這個收沒有辦法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們基本上去幫人家看兩載 先請各位把他的內局先調好 那當然要先定做三立項 該分析的條件一定要先分析好 你一定要先把這些該分析的條件分析好 你頭腦已經有那個定數在那邊了 要怎麼處理 你才幫他對症下腰去處理 對症下腰去處理 其他的不要看到什麼講什麼 這個是最差的一個地理老師 你去看什麼就講什麼是最差的地理老師 你必須把他判斷前局啦 前後左右內部外部全部判斷出來以後 你心裡已經想到說我要怎麼去處理 我怎麼去跟他解釋 這樣子才開口啦 才開金口啦 所以我們在談到入門段 我看到什麼 一進去你那個鞋子髒髒 我馬上你家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喔 罵死的 入門段是你進去看到什麼東西先記在心裡 記住喔 第一印象是讓你產生第一印象第一直覺 有什麼現象會發生 你要去是放在心裡 放在心裡 然後在總和全部判斷完了以後 對症下腰去論斷他 不要看到什麼就斷什麼 這個是錯誤的 入門斷的 不要去誤解啦 好那這個 這邊農場農過堂 然後一定是營動氣先 所以先營昆氣 昆氣 營昆氣然後納離氣 龍牆先收離氣 前十年賺錢後十年不利健康 這邊有誤差 這邊有誤差 我們是以如果是龍牆是不是先離氣 對不對 這個昆氣我們就要判斷這邊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純粹是空 你就變成空邊隱氣 那我們就以龍牆去判斷 如果這邊的兩邊的喬心 那個缺口很強 以動氣先 這就去衡量了 龍牆跟動氣哪個要先收 哪個要先收 你就先去判斷說 我這邊這個動氣非常的強烈 尤其尤其在高樓的教心的非常強烈的缺口 尤其在高樓的教心的非常強烈的缺口 如果要比龍牆力道大你就一定先收動氣 如果動氣沒有力道 只是一個小缺口在那裡 也沒有人走動 就一個缺口 那個氣力道不強 那我就以龍牆來考量為悠閒 好 來 我們在外局納氣分析法 第一個 這一個 龍短虎長收對氣及逆水局下緣賺錢 但五年後會因糾紛破財 走邊一棟屋寬五米 一米一年 所以這個之前有老師在問 我們為什麼要去五年 你看 左邊這裡因為第四 這邊基本上我們不要論龍水拖出 這一個比較牽強 這個比較牽強 我們叫龍邊帶路 這一個龍邊帶路OK 因為它的龍水 龍水你要拉到這邊來比較辛苦 所以這個請稍微把它改為龍邊帶路 這邊龍邊帶路 那因為雖然是路充 它是對氣滿收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叫做宅衣這一邊的 叫做對氣滿收 因為它的馬路是不是跟它的房子一樣寬度一樣大 所以叫做對氣滿收 所以叫做對氣滿收 前面高 後面低 逆水局 錢照賺 官司照打 可是呢 為什麼會傷 會到五年呢 會有糾紛破財 因為這邊一棟寬 因為這邊一棟寬的是五米寬 一年一米 一年一米 五年以後這邊因為龍邊帶路 所以龍邊帶路會破財啊 會吃藥啊 會官司啊 會有糾紛啊 所以到五年以後會有一些糾紛破財 糾紛 觀眾是非因為它是路充的關係 到這邊五年以後就龍邊帶路又沒靠了 就沒有靠了 是五年是這樣子論的 這樣子看的 OK 有沒有問題 不管 它是距離 當然啦 你今天開始做生理 今天開始 都不管 都不管 這邊是論距離啦 這論距離啦 這個距離多寬 我們論幾年 這個不管 當然你要進去住才算 這個也不論說你第幾手 所以一個概念 我一直一直強調的 如果我這邊房子 我這邊是帶龍水拖出的或是凹陷的 你說我只要第二個兒子 第三個兒子來住就好嗎 不可能吧 這個形式就是固定的 你說那刀不然刀這樣 但這個名字很好的時尊 這種也是算外局的影響 和你的名字無關的 無關的 和你的名字無關的 我們的名字 我們說名字跟雲 我的名字是路頭時 北京名字天主堂 先天就固定的 但是我的運勢可以改 所以我們在八字論 強是在論大運為優先 大運比流點強 我大運到了 吃命、吃命 我大運到了配合流點也好了 我要投資 我就可以大膽的投資 我大運好流點差也損不了很多 大運很差我流點好只是昙花一現 基本上在論大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運跟試、運跟命 你怎麼運你沒有走到 你還是沒有辦法 我自己都親自 自己在體驗我的人生 我一直在體驗我的人生 到62歲之前這個運 大運都沒有走運 有啦 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 開口、開筋口了 但是你說我小的時候真的是很不好 是良心化的 那我當上公務人員以後 再怎麼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你說在這個八字看出那個現象 是很準確 是很準確 我運還沒到 我運還沒有到的時候 我真的是要走得很好 但是從去年下半年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又做了溺水局更不一樣 工作一直進來 工作一直進來 高雄那個又要翻金 他奶奶他那個之前別人 因為那個葬儀式沒有幫他用 錫碗幫他封住 那會跑水進去 所以將來各位記住 我們不管急葬的 我們急葬